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 大家好 现在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 如何培养专注力第三个单元 接下来第三个单元来谈的是 用心做用心想 那我们待会有些访谈 个案 还有一些实际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段我当主持人 但是主要的分享人是 这个淑云师姐 淑云师姐大家都很熟 所以待会 主要是她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负责主持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除了她的这个分享以外 还有谁会来分享 刚才说有两位神秘的嘉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郭正明师兄 第二位是我们的林湘君师姐 那她这两位都有一些 独到的一些经验 那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 她个人如何培养专注力 她的一些小小的心得跟经验 我是觉得都蛮宝贵的 因为我有看了好几片 因为要做节目就要多看几遍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 第一位 这个郭正明师兄 他接受我们 淑云师姐的这个 短短的这个访问 来听听看 他怎么跟我们分享 如何培养专注力 郭正明师兄 师兄你好 师兄请问你 如果从一到五这样的阶段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专注 那种专注的程度 大概在哪一个阶段 这要分成 如果我在职场上 我可能会专注到四到五之间 甚至于会偏近五 那是因为在职场上 他其实不容许有一失意好的一个错误 那当然那个专注度就必须必须非常非常的精准 那至于如果说是我们在家里 或者是其他属于自己的时间 那我专注力可能不会那么大 可能很容易就分心 稍微一个声音啊 或者是稍微一个其他的一些事情 接一个电话 那也许就分心 那专注度可能就只有大概三到四 就不太容易很专注 就是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我师兄有分别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别呢 那这是会有分别啦 所以分别就是说因为人 像我个人我会就在就说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很放松 我不会把整天整天把自己绷得很紧 我因为自己放松 所以你的专注力就专注力就不会那么深 就是做尤其是做私人事的时候 也许你就没有那种第一时间压力 第二你不会有那种非常 也非要做到完美不可的那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在做事你就会比较专心 所以有时候你自己的顺利的事 哎呦今天没有做好想想 不然就晚一点做 或是明天做 那所以专注力也非受其他事情 一讲就会分析 哦这样子 那师兄请问一下 你觉得现代的人 他对专注的这个部分够不够 你觉得现代的你普遍看的社会上 我觉得现代的普遍社会上的人 是对专注力是比较欠缺 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现代的人他的一个追求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外面物资 外面的一些社会的环境 给予的诱惑都非常的多 那我们稍微一个不小心 那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那因为专注就不太容易做得到 这是我个人上觉得的设置 对啊现在的人 那如果说以师兄这样的一个经验 也退休了嘛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现代的社会上的一些的 我们说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人 就是他们要如何去做到专注这个部分 我觉得如果说想要让自己变得更专注 那我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个信仰 因为你如果有信仰的话 因为你有一个中心思想 你有个信仰你就会专注 而且你就不太容易会有偏差 因为信仰会支应你的正确的道路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 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走偏了 另外也许可能你去找的除了信仰之外 也许你找一个你自己喜欢做的一个事情 但是它事情是必须持续 而且会长一段时间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成果的 专注的去把它完成 完成一件事情 那比如说你想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个技能也好 学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也好 或者是甚至说你想要念哪一本书 或者是学习哪一样的技巧啊 或者是像你要学电脑 或者是你要学任何一个艺术啊 那你必须要很专注说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那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而且它是明确的就可以持续做的 而且你看得到进步的就容易进步 就很容易可以去达到你的专心 太好了 感恩师兄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就是有一个信仰 还有人生要有目标 还有就是有找一个自己可以从此去做的一些事 然后让自己随时就可以针对这些目标 而能够更专心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 太感恩你了 感恩师兄 好 非常棒 我们郭师兄的一个分享 要有信仰 要有目标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把它做到有成就 这都是培养专注力非常棒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其实有时候专注力它是一种状态 在做事的时候你就很专注 他说他事业很专注 你到家里放松 有时候放松也是为了更专注 不过放松完了面对家业也是要专注 面对家人小孩等等 所以它是很有趣的一种状态 当然你也是需要有睡觉 有放松的时刻 那这样的话你才会在 该承担该专注的时候就会很专注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林湘君师姐 她接受我们鼠音师姐的访问 她一样有一些读到的一些看法 那都是很棒的 那我们就来听听林湘君师姐的一个分享 好 谢谢好 很感恩喔 我请问一下就是请问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曾经有做事情专注的一个经验 有啊 这个经验很多啊 怎么说 但妈妈之后那个不专注的地方更多 小孩子吵啊 比如说有时候她一吵我们心就会放掉 那我其实我最大的比较有感想的就是当大爱妈妈的那一件事情的感觉最深刻 因为后来我小孩子要找我玩线上游戏 我就想我不要再玩 因为那个会沉溺 线上游戏也好看 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很爱玩线上游戏 跟孩子一起打 然后后来我会觉得你要玩线上游戏 第一个就是浪费时间嘛 时间就浪费掉了 那你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做好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大爱妈妈的时候 我们整个学期下来 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找档案 要写教案 可是我记得有一年就是跟孩子在那边玩线上游戏 整个寒暑假都在玩线上游戏 结果开学到了 你东西拿出来 对啊 那就会骑啊 就会活啊 喔 对啊 就影响情绪吗 情绪很大 很大 对啊 因为孩子会吵嘛 那你又不能一直 因为他要你陪他 那你东西交不错你就要赶快写啊 喔 对啊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不可以喔 对啊 情绪影响还影响孩子影响家庭 对啊 妈妈很重要 因为妈妈人家说妈妈消了全家都会消 真的啊 对对对对一定是很重要 那可以不可以以现在人的专注力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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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他们玩线上游戏的专注力是不够的 那是心会越玩 对心就越玩越火没有错 就越玩越急 是很多事就因为这样而耽搁了 对 对 那如果说今天以你一个经验啊 当妈妈的经验 还有经过这么多的一个经验 可以给现代的人一个提醒 或者一个告诉他们怎么去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快乐可以更的专注 我觉得走出户外的话 会让 会让 孩子也会开心 然后家里也会开心 因为整个家里的话 如果有户外的活动 固定有户外的活动 全家到处外都会走 心情也会开朗 然后也会联络彼此之间的感情 就是 都到外面走 对啊 对啊 还有吗 还有就是说 找一个兴趣 兴趣啊 对 他有兴趣的话 你会发现 人对有兴趣的东西 赚助力会很够 哦 那如果有成就感的话 会更好 真的啊 那姿姐你也有什么兴趣呢 我兴趣也是在电脑上 哈哈哈 电脑在做什么 我喜欢 我喜欢制作影片 我喜欢制作PVT 大家不要误会 也是解释 也是做瓷器师 做瓷器的影片 做瓷器的PPT档案 对不对 对 就让自己不断的 就沉浸在里面 越做越快乐 越做越快乐 然后完成会不会很开心 当然啊 比如说我 因为我做错之后 我可能先给别人看了 人家看了 人家看了很发誓 我自己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专注要用在对的地方 对 好 太感恩你了 好 非常感恩我们林湘君师姐 她的这个访谈 刚好呼应了我们第一个单元讲的 就是在培养自己的专注力 或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这个家庭啊 像妈妈很重要 她讲了一句说 妈妈笑全家都会笑 而且她不是提到说 培养专注力要到户外 对 我在第一个单元举了很多例子 那之前还有一个亲子的这个 亲子沟通 亲子冲突的一个另外一个直播 也是有一句大爷妈妈 邀请我去分享 我就发现说 其实孩子如果他沉迷在山西的产品 那解药是什么 解药就是你陪他 有时候你带他出去玩 所以孩子他要的是 有人陪他玩 那陪他玩的时候 他其实如果说你陪他玩 他喜欢的游戏 做他喜欢做的事 他当然会放弃 他当然会放弃 不会沉迷在那个手机 电脑 这上西游戏等等 所以我觉得刚刚 湘君师姐 她讲的很好 我想这两段 虽然短短的 可是都非常非常有启发 非常有启发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邀请 我们的这个 鼠云师姐 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段 这个内化转化思维修 因为她要利用她自己的一个经验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在 应该就是今年初吧 今年是有疫情的 很特别 我们在二月的时候 还跑去马来西亚 还好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开始严重 不会有点小小紧张了 但是重要的不是疫情 是我们怎么准备这样的一个任务 要跟马来西亚的教育团队 来上课来分享 她竟然可以在短短的三天 很专注的把整个教案 整个翻转 那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是非常的稀有的 非常的珍贵的 非常惊艳 让我很surprise 不只很surprise 我是很敬佩的 我觉得 所以我就邀请 属于师姐 来分享这一段的一个经验 所以待会我们就 请属于师姐来分享 大家就用心观看 属于师姐的内化转化思维修 从内化到转化的思维运用 那这是透过这一次 有到马来西亚的分享 所做的一个例子 那在我的备课中 所经历过一些的转折 其实也没有很顺利 也不能说没有成果 我想所有的包括困难 或者转折一个过程 都是在让自己能够更加提升 例如我本来都有准备好的教案 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安下心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察到包含这个上课的张力 它是不够的 就是我自己的准备的教案 我觉得那个张力还不够 所以用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斟酌 那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定下来 不仅教案没办法定下来 我的心也定不下来 所以即将要出门的几天前 就是要去马来西亚的几天前 我才决定我要重新一切都归零 那这个过程会跟大家来做分享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都是一样 大人一样 小孩也一样 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两张的图片看到了什么 我 有没有看到他们很专心 是专心吗 对不起 是专心吗 还是他们心是很浮动的呢 其实山西网路的发达 让我们的心是越来越浮动了 你的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单纯 让我们像我们不是都有说禅定禅定吗 如何修到禅 那以前的人绝对会比现在更容易 我的理解 那因为科技越发达 我们的心其实是越来越乱的 越来越没有办法定下来 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心在哪里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攀缘 我们随着声光的刺激 我们的心是越来越 越攀缘就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吃的毒药啊 就以一个我们的医子欲来批育 我们吃的毒药也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常说道高一尺磨高一丈啊 市场社会时代就是这样 那如果他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达到进化人心呢 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技巧 来顺应众生 让他们也能够慢慢去做调整跟改变 让这些的学员他能够去接受 我们要传达的方法 所以这就必须要我们不断的去加强 这一方面的知识常识跟技能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今年虽然是有疫情的冲击 那在2月13号这一天 这是2月份的 13到17号 高老师要带着我们几位啊 要到有五天的时间要去出任务 那老师就分配给我们 是对我们相当的信任 就让我们也分享了课程 那对象 我们这次的对象是教育功能的一些干部 或团队 大家妈妈等等 那我分配了两个课程的分享 一个是如何与青少年沟通 那一个是经典教案的演示 那如何跟青少年沟通 因为我在应用 因为学习学到探索 其实可以应用探索 再去运作有一些的实力 这并不困难 而且我有把这些档案把它留下来 就是我用探索的方法到国中去 然后跟他们互动 然后启发他们的热忱 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凝聚 那这个我已经有这档案 所以对我并不困难 可是青点教案的演示 对我就有非常的犹豫 其实青点教案的演示 在过去几年我也都曾经有演示过了 可是心里就想着 如果要演示这些菩提教案的 种子的教案 其实马来西亚他们能力也很强 他们这些的干部 或者这些的客户 他们能力也很强 不管就是我们不是都有人文交流吗 他们也有到海外人文交流的经验 我们也有这边到他们那边人文交流 那或者回台湾来精进演习的部分 其实他们经验都不少 所以未必我可以比他们更好 所以如果我就想说 要不然我就用我之前带过的教案 可是又觉得不够符合他们的期待 那我也相信他们这一次会请老师出面 就是请台湾团队过去 一定是抱着很大的期待 那刚好呢 所以五行当中也有给自己一些的压力了 那刚好这一两年呢 我有一股想要了解外面到底在做什么的一个心态 那参加了包括我们因为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方便 就是劳动部有办了一些活动 那有一些讲师也都很不错 所以也有参加 那也报名了在中区民权会所所办的使劲解密的课程 那这是在2月8号跟9号 我在还没有定下来的心之前 我其实一直在想期待这两天 能够给我一点的一个讯息 一点的一个idea让我可以设计更好的 就是更补额他们需要的课程 那有不同的方法跟技巧 我可以在运用上 让我课程的张力可以发挥的更大 那其实这两天的使劲演习 就是8号 9号 我有一点挫折 因为没有一题我是解的出来 即便我知道了答案 可是我竟然也不知道答案是怎么产生的 那其实这对我有点 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我也曾经带过亲子班儿童班呢 可是为什么这一些答案我竟然没有一个我 我知道呢 后来我慢慢的去了解它的原理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我都一直在被框住了 那从这次演习我也看到了 要如何去满足到青少年 就是我们不要去框住他们的脑 才能让他们有客户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就是比较符合他们需要的 那回来之后我就决定 就是9号晚上回来嘛 我决定我要归零 那也在车上有跟玉玲做一些讨论 那感恩阿善之士 我们互相的激荡 让我有一个重整的机会 我就把叫案 重新的再做一个整理 那这三天呢 只有三天呢 我怎么做得到 即使实境游戏的讲师 也并没有给我们资料档 而且我还要再改编 还要设计 还要做道具 哇这工程好大 就觉得压力好大 所以一度就会觉得说我要放弃 我就干脆不要那么累 我就照原来的 因为这五天要出门前 公司的事情也非常的多 或许是自己给自己 就觉得有一个使命感 或是还是要努力的克服 所以到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很感恩 我是坚持下来的 因为那个成果是非常的甜的 好 那现在就让大家来看到这一个 那第一天上课 我就被这一张所吸引 我不知道大家那边看得清楚吗 有没有看到这些孩子 好专注的眼神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正透过一关关的突破 在解决问题 他们也会被卡住 有没有 会啊解不出来啊 但他们知道 如果我这一关没有过 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 所以我们再看看这对照 这一边的一个状况 跟这一边的状况 有没有不一样 两个比较 虽然大家都很专注 但在心智上的提升 相信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那我在这边也刚好最近 看到这一篇的文章 在根据2012年 美国这个皮尤研究中心 因为英文我不大会讲 他就显示 他说87%的教师认为 现在的学生比过去更容易分心 而且他注意力的广度很低 而且呢比较低 而且64%的教师认为 科技是让学生分心的 分心的主要原因 3C产品画面变动快速 当孩子转换成看书 或写作业的静态活动时 因为书本与作业的声光效果 也不及3C产品 所以较难养成静心思考的习惯 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 即使避开所有造成分心的事物 还是没有办法专心的阅读 那这其实也意味着 我们有更多的能 我们必须具有更多的能力跟技巧方式 我们才能够去吸引这一些孩子 这一些学员 来传达我们要给他们进化人心的目的 那这也是 其实这不是我现在的感触而已 这几年我真的是深深的感触到 那不只是孩子是这个样子 连大人也是一样 因为网络的发达 延伸的问题 真的是不得你不去改变了 否则就没有办法应众生所需 那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张的图 那这次活动 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找到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的内心就已经把上课的架构 就是说等于要去呈现的架构 要去马来西亚呈现的架构 已经放在我的心脑里面了 那这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很知道我这次要去呈现的目标 主题跟过程 我有用心去揣摩过 去探索到里面过 我才能够去对应到我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任何一件事 一件活动一个游戏 我才能够跟它对应到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化的过程 所以这必须经过内化 你才会有转化的一个契机存在 那我需要把所有的资料内化到自己的记忆里 也就是我在还没有改变之前 我整个过程我都要很了解 所以我才能看到转化成我自己要的东西 我才看得到 果真我是看不到的 所以当成果发表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实境游戏 它有一个成果发表 我就真的找到更好的架构跟方向 就像我们左边所看到的这个 这是敏丽师姐 他们这一组跟玉领师姐 他们所设计的五颗星 看到这一张我好开心哦 这就是我要的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对不起 来 旁边这一些有没有 这就是他们我们这两天学习的游戏 他们经过内化以后去做成一个教案 那这是方法 那我就针对这五颗星 因为方法不确定 有可能我方法我是可以自己去改变 可是这五颗星去给我很大的一个 嗯 一个idea 所以我就针对这五颗星 那一个很好的灵感 又加上 还有这一张 这一张 这是我们在公司教育训练的讲师PPT里面 所呈现的 那我 这是一个卫星图 那这是一个主战 主战要强大 必须有这些卫星来巩固 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加深我用这一张的印象 我的模式 我的五颗星来自这里 我的模式来自 这一张 所以我就成就了这一张 哦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因为 那定领幸福五颗星是 不知道耶 就冥冥之中 就觉得我能够 可以把这五个都做到的时候 我的人生就会很幸福啊 哦 所以这就是我 呃 运用的 那在这边呢 呃 我也体会到 即便我们上过的课 或看过的书 我们印象还是很模糊 但是呢 只要你有做过 你有参与过 我们就很容易就会 我们就会 留下足迹在我们的脑子里 当需要的时候 你才有这样的讯息 来做交会 那增强我们课程的强度 那这是我深深的体会 那这五颗星来自哪里呢 哎 这五颗星 除了这五个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 你知道架构出来 远远不觉得 不觉得一个一个思考 就会思维就会出来哦 所以我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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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 亲子职哨的一个课程 那整个 因为呃 呃 他有传过来 啊我把减体字 把它化为繁体字 那其实这个教案 我们在早期 台湾就已经 已经做过了 可是他们有加一点自己的元素哦 那 本来这个教案的演示 我觉得 呃 就是这五个 我就把它扣上去 我觉得音源是非常的好 本来是我要讲一个教案 可是呢 我去把整年度的规划做一个加强的印象 至少 让他们可以全盘的去了解 他们今年 他们这一年 所要做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 呃呃 三月份我们做完 四月份要做什么 再又重新开始 没有真正用心去体会到 整个一个年度的架构 你没有 我们没有把它串联起来 很容易我们就会 一块一块的 没有办法聚焦 所以 就达 那个效果 当然就会比较打折 所以我觉得这个 呃 有了全盘的了解 才能够在教学上 课 那个课程的规划上 会更有方向 那在这课程啊 就觉得非常的不一样 要想把这一些的课程 呃 把内化 转化以后 来带到马来西亚 给我们所有的教育伙 所以我就 因为回来 只剩两三天 就要来这里了啊 我就很努力想要 将道具做好啊 做改编 可是还有公司的事 还要上班好忙哦 每天都是到十一二点 才回到家 因为很多的一个道具 都在公司里面嘛 很多的材料 都那个工具 包括材刀啦 影印机啊等等 都在公司里面 所以有一天 我到十一点多 回到家的时候 好累哦 我就想说 木格玉啊 就睡觉 隔天想 我道具还没有完成 我就继续加油吧 我就继续再去 想要再去公司 当我要找车子的钥匙的时候 怎么找都找不到耶 就是奇怪 就怎么 明明我有回到家啊 要不然我 我车子没办法开进来 可是找了一个多小时耶 大家有没有感受过 找一个多小时 那种心急的状况呢 那当下我真的是 有一点慌了 该找的也找 不该找的也找 那最后怎么办 不能放弃啊 要不然 再隔天就要 隔一两天就要到马来西亚 所以 我 当下我就告诉自己 要静下来 因为有学到一点的 有学一点的正面呼吸法 我就 深呼吸 深呼吸 再深呼吸 我把心拉回来 让深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在一起 我就 慢慢的 再静下来 回忆 昨天 我进来的时候 我拿着我的包包 我还有拿一个餐盒 因为我没有吃完的餐盒 我打开了车门 我走了进来 我打开了车门 我第一个去做什么 想到了 我把我的餐盒 拿去放在冰箱里 大家有没有知道答案了呢 马来西亚的学员 他们都讲出来了 我真的是 太佩服自己了 你知道那个找东西找不到又几 那种脑都快要瘡掉 那一种感觉吗 所以呢 我就问大家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亲身经验 我就问大家说 我少了哪一个心呢 大家就跟我回答 多用心 警惕心 对 如果今天 我有慈悲心 对 不是如果 是因为我们在慈悸 我相信我们都具足了慈悲心 那我也具足了愿力心 或者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那同理心或许我还在学习 可是我只要少了一个多用心 或者警惕心 我会给自己带来好多烦恼 因为我做的事 会要四倍功半 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达不到效果 那这样子也会很多的烦恼 所以 这么多的烦恼 有办法幸福吗 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引起他们的那个动机 同时也问他们说 那你们觉得要具足这五颗心 有不容易 他们就说不容易有困难 其实呢 刚刚讲出来就是要铺陈这个 事实上是真的 你要突破 是真的有困难 那你要自己去突破 所以呢 我就在这边呢 用一个这些游戏让他们玩 因为我们都很 我是很专注在当下 所以我就没有照相 那这是大爱台它的影音的部分 我把它截取出来 刚好四个活动都在里面 有没有跟哪一个很像呢 有没有 有没有跟刚才 刚才有没有很多孩子 他们在突破困难 在实境游戏里面 他们那么专注在突破问题 有没有很像呢 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能量跟目的 让他们虽然困难 他们愿意一次一次突破 而且很专注的想要去突破 那跳脱他们每一个人的思维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课程能量就达到了 但是还不够 当然还要后面的铺陈 那这过程我就问了说 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问他 你有没有遇到困难啊 他们到这五个心里面 包括慈悲心里面 有没有同理心 有啊 包括多用心里面 有没有同理心 也有啊 所以在里面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如果我们让他这个思维 不要把它慌住 我相信他们学习会更加的快速 那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铺陈 我就觉得还蛮满满意的 因为老师呢 他就跟大家照相了 那因为他老师那么有福气 而且是那么有智慧的一个老师 所以呢 学员那天你们知道吗 老师就像明星一样 后面排了一长串 再要跟老师照相 哦 我就觉得 我看了我就心里就觉得 非常的 就觉得很开心啊 就是说那一种的情境 你会觉得 嗯 我们真的达到效果了 那后面呢 我们有给他抽奖券 那因为我也没有照下来 所以我就用 用这一张 呃我们实镜的这个 呃来跟他们做 呃来跟大家分享 他用透明的一个瓶子 那透明应该是让大家看到 哦 那前面呢 就是要给他们的礼物 那所特别的是 每一个礼物 他都有 介绍他的特色 然后介绍他的重要 让大家很喜欢 然后呢 大家去选你想要得到的 那在结束后就可以抽奖 你就拿到那一个礼物 我对于这样子的 我就想到啊 叶齐田不是说 七分口打拼 三分口有名吗 那所以努力跟基运 其实往往都是会同时存在的 但是 所以我们往往都会 以努力来定定他的那个 我们如果有加一点基运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让一些 他可能前面有遇到失败的 他因为有这个基运 他有更往上不断的去努力的机会呢 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 这一本的故事学哦 这一本故事学大家没有看到 这一本 这一本故事学 其实书本我没有拿到 我只要去买就好了 你知道那奖师怎么说 他说啊 这一本非常好 影响他非常的多 那如果 而且这一本现在几乎都快 应该是绝版的 也就是说我买不到了 难道是我抽到的吗 或者我怎么有这一本呢 没有 他这一句话我就听进去 他说这一本对他的 那个好处非常的大 就是帮助他很大 那我就想帮助很大 那我也需要啊 那抽不到 那怎么办 也没办法 你总不能说我硬要嘛 我就不死心啊 那我回来的时候 就赶快就上网 上网去看哪里还有 真的还有耶 所以我就买了三本 那个玉玲一本我一本 那玉江师姐一本 他还没有来拿 不过我还一直帮他放着 因为他知道 他说他也要想买一本 好 那这个让我感受到说 我们往往都会送学员结缘品 可是这个结缘品 是不是真的他需要的呢 不见得哦 或许有的真的就需要 可是不见得每一个都需要 我先把它弄下来 让大家没看到 要不然好像一闪一闪 好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需要 所以呢 往往也会去浪费到 如果我们把它的 可以买更好的 让他喜欢的 大部分都很想得到的 让他们去可以摸彩 那是不是 会让他们更有动力呢 那这是我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一个方法 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他收尾收得非常的好 那这是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要讲说我怎么去改编 改编 这些的一个 教案呢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左手边这一个 他说啊 这个星球有洗 许多朝代的更迭 按照时间的顺序连线 你会看到许多 时空焦点 这些时空焦点上 似乎有些 有些的讯息 可以由小到大的排列 哇 这个讯息是什么啊 我真的也不懂 而且他告诉我们 是要用时空交接 就是说 你要以朝代的 心后顺序耶 我根本都看不出 他要我做什么 可是真的有学员 他们一次就会了耶 他们跟朝代都 好像倒背如铃 我就想哇 好厉害 可是他们看到朝代 你们知道我看到什么吗 我看到里面都是近诗语耶 我看到这一章我就想到 我要把它改编成近诗语 所以就有右边这一章 是我改编的 那这一章用了我多少时间呢 我跟你讲 五个小时以上 而且呢 有一半以上是在try try try 就一直的在在测试 当然失败的指也很多 不过呢 当你经过失败 你就会找到方法 日后很多都就会难不倒你 好 那这个是跟大家分享 可是呢 我难道只有这一章而已吗 没有 我让他有机会 把手机拿出来一下 我告诉他们说 你要透过这个qrcode 进去找到这一句近诗语 我不是给他们哦 我就说 你透过他进去找到你近诗语 然后你把它连起来 里面有两个密码 那当然我也写了一个很 很好的句子 我说嗨 准备好了吗 我们即将要进行一项重要的任务 课程内有一个主题的近诗语 你请你把它串联起来 在两条线的交接点 将有你需要的密码 而且还要告诉他 由大到小 够清楚了吧 我不会像左边这一张 讯息 我都不知道讯息是什么 可是我们习惯就把它讲一点清楚 不过我加了让他走进来 进去里面去找 那里面是什么 当然也是老师的智慧平台 里面这一张 里面这五个近诗语 请你找到我这一个主题近诗语 然后把它连结起来 所以里面很多字里面都有 所以你要细心的找 要很有观察力 而且要很专注的去找到 然后把它连起来 你就可以找到密码 这是在问题当中找到答案 答案又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再去找到他们要的密码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玩 那这一个呢 我跟大家讲我没有玩过 我真的是没有玩过 可是呢 我听他们讲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他跟玉琳也有讨论到这一个 可是这是一个大海报 他也没有给我们PPT 要相对应到要做这一个 如果你没有你在很急状况 你真的很难有那一种思维 去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就用最笨的方法 用影印机 我们B4的 A3的 因为刚好工师有 所以就不断的去try 然后去把它做成 我把它定名失落的星星 那他们的旁边的制造 部分都是在实际游戏里面 因为他们是比较属于外部的 都会有些什么星球 什么什么的 那我在这边 我就用我们词迹的一些语绘 让他们去找密码 我说传说中有一组的密码 将会让我们的心更柔软 而且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要不要 要不要得到 你如果你找到了 你就会得到幸福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挥智慧 找这两个数字的密码 吸引他去找 这也是额外的一个 说实在是一个附加的一个语言 重不重要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应该也可以设计出 就更符合 不仅有人文 而且有趣 而且又是很符合现代的 他们的语会 我相信绝对是有办法 只要我们有这个愿力更新 这边呢 我会平常我就做 我就觉得我就是要 做任何事 就是我们要多去学习 做任何事 我们要多学习 而且要多去做尝试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法的部分 一定要有 那人间菩提 静思成语 还有我最近在好好的 把我们的正言法师 法音集的经典影音 包括 胡亮艺金前世 跟花华金前世 我觉得非常的棒 可以 大家可以好好去看 那第二 第三呢 就是要做笔记 我现在把笔记拿给大家看 我觉得你要当一个讲师 除非你跟老师一样 那么有智慧 有看过那么多书 那我们像 常常忘功忘息的 我都需要做笔 笔记 像人间菩提 或者我看的 我都会把笔记 我都会把它分门别类的笔记 包括 我都会把它分门别类 用红笔黑笔 把它做记号 那自己以后呢 如果我要用的时候呢 我就会很快的去找到 而且我们都会忘记 如果笔记一翻开 大家 常常都 哇 这句超好的 其实看过了 但是 今天为了要完成这个教案 我觉得我的时间很紧迫 所以呢 我就没有去做到一个订课 但是之前我都有 包括我们的上人的 就是跟金色连线的部分 就是我是做完课 那我也好几个都是有跟到 就是让自己可以静下来 那去年一整年 我最满 自己最感受到就是 持送那年咒 那我们知道那年咒不好送 而且是最长的一步奏 他们都说要弄半年 就是说你要半年不断的学 那我用了大 我已经将近这一年了 我已经可以这样持送了 那跟得上一些的影音的脚步 但是我是持送国语的部分就对了 那觉得这也是一个自己 就是有花的愿 然后自己真的做到了 那之后当然 也有另外的不同的 一个需要自己去做的 那第五个就是运动 我觉得运动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人都稍微晚一点 可是你睡晚你就会晚睡 那精神有比较好吗 我觉得也没有 那这一两个月 其实我都很早起来 但是我精神都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有运动 我就 我一直很喜欢用气功这方面的 但是我都没有去学 后来我就想说 现在网络那么方便 我就用八段节 流氧五道 这样子大概 我想一下 三十几分 我就可以把整天的精神 跟气色都会很饱足 都很好 因为有运动 有饱足的精神 包括睡眠 其实那个智慧 就是那个脑筋 就不会常常脏脏的 然后不舒服 而且在决定事情 会比较有方向 因为脑筋清楚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要很多来搭配 那再来就是 我也跟老师一样 其实我最近也看了很多影片 还要看纪录片 我最近看了很多 藏传佛教的纪录片 因为我家有MOD 有一些的影片我是可以 我们有订购那种 那个电影 一些电影 我就去看纪录片的部分 那我喜欢看 不知道怎样 就是看那些藏传佛教的纪录片 还有地球正词也很好看 我都觉得 这过去就像上人说的 我们就是在这段期间 好好将心静下来 我实际的我没有放掉 但是我是去吸收其他 我平常没有注意到的 还有参加研习 刚才有讲 包括这个实境游戏 其实我们也报名 还有三个四个吧 包括劳动部 还有包括外面的 有三四个研习也都在等着我们 我跟玉琳我们都有报 那再来就是透过新课程 去突破自己自我的框架 因为我发现自己常常 就没有办法去突破 那这样子很难去活化我的课程 那再来就是学习正念呼吸法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们脑筋不断的在思维 在思考 偶尔也要放空一下 或者那个垃圾 就是烦恼垃圾装太多了 往往会失去了真正的一个觉醒的时候 我们容易有一些的情绪产生 所以我觉得正念呼吸法也会帮助我 让我时常是找到自己 常常去看到自己 而对生活其实它是有帮助的 那再来就是有善知识 那这一次呢很感恩就是 包括我们共同研习的玉琳 那还有在车上我们的讨论 今天没有它的讨论 可能我的知识也又局限在另一个部分 那所以还有我们这一次到马来西亚的伙伴 还有老师们都是我的非常大的善知识 当然还有包含在做 在我们探索伙伴各位 那再来就是发现问题 其实这三天我除了做道具 我除了去设计跟我们相符的一个教案以外 我还有演练呢 因为不演练我觉得心有点不踏实 可是这么短时间谁要让我演练呢 如果我今天还可以去 我们有多的时间可以去上探索内训呢 我可以先演练给大家看 那就可以 可是我根本没有时间演练 但是一定要演练呢 因为状况太多了 我不确定太多 我的心是忐忑的 那也很感恩后面就是 平常多跟人家解好人员 当我打电话给我们的师姐 我说师姐可以麻烦你吗 我现在在赶着 我明天要去马来西亚 可以在三点 因为中午刚好做完一些的东西 我说三点可以找一些人到我家 让我可以做演练吗 那一天不是假日 是上班日 告诉大家那一天来的七八位 我们的师姐 当然也是我认识的 我都好感动 我都好感恩 我说没有他们 如果说这个教案 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 他们也都有 他们甚至帮我剪一些的卡片 虽然有一些后来我觉得不适合没有用 可是他们那一份的心 就是我有需要他们 没有办法帮助到他们 就是时间上没办法配合 他们有跟我说 所以没关系你把所有的拿来拿到我家 我晚上可以帮你做 我就 我真的是很感动 所以 如果说到马来西亚 这样的一个课程呈现 我说讲师绝对不是只有一个 或是今天的呈现 讲师也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个 而是很多人一起来成就的 那这也绝对不是只有我的一个能力可以做的 那我们那一天真的我也发现到问题 及时的改变 或者到马来西亚一定会有状况的 这老实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人的直觉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边也很感恩 就在他们知道我要去 我们有两个群主都为我们祝福 那左营国中这是我们的大英妈妈 他们就 因为玉玲也有在里面 为我们两个祝福 那因为这样祝福的能量 也让我们更有信心 同时呢我想 如果说这是一个气场 相信这样也是帮助我们 可以呈现更有一个能量 那我也写了新的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一次去的一个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的 所以我会把这心得给我们的 这些师姐们 我就告诉他们说 这趟的马来西亚任务真的不一样 有别于以往的教育训练 更多是经验的分享 那这次的任务 对团队是 是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我们要增能 增加更多的能力 才能引众生需要 符合现代的需求 那其他就请你们自己看 我就不再多讲述了 那这是我真心的 所感触到的 那几天的忙碌中 在整理道具处理工期事务呢 就刚才那个钥匙放到冰箱 不能讲 让你们自己体会 好 那这一次我们去 那我们要看到下面这一个 这个包包 还有位置可以做 这是米画世界 我觉得这是历史的画面 虽然疫情难得的空位 它既然包包也有位置做 既然还可以绑上安全带 还有我们大家都是戴着口罩来照相 戴着口罩上课 这真的是很特殊 所以我也分享给 帮助我国的伙伴 那课程当中 学员其实都有满满的期待 那从大家所看到的菩提种子 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觉得教育是要有热忱 热忱的火可以引起学习的兴趣 要别人笑自己要心笑 要学员快乐 学习需要我们更多的方法 跟技巧来刺激 更重要我们这个热忱的火 是不能太弱 所以也在这边互相勉励 我期待我们的探索伙伴 我们要富起这样的能力 就是去影响更多的人 那就是要透过我们要增能的部分 那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 他们才开始一个多月 那我们也有福报 可以到他们那边去参观 那后来我就很感恩高老师的带领 听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 但是其实我也觉察到 不应该让老师太累 只是学生的我们 功力真的差老师太远 我很希望 真希望能够早点长大 可以多承担一点 那在这边 当然也要特别感恩老师 也要特别感恩所有的伙伴 留你们 我才能够成心再整理这个教案 所以一切尽在感恩之中 感恩大家 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刚刚听完淑云师姐的一个分享 我想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体会吧 那你也可以留言 然后整个以后如果有这种线上直播 你就养成留言的习惯 在YouTube的聊天室留言 或者是在群族留言 把一些学习的感触感想心得写下来 那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要赶快来讲一下结语 讲一下结语 那这个结语 好 这一段的结语 我有整理了这个六段 其实是根据 根据刚刚 这个我们师兄姐的这些分享 还有淑云师姐的分享 我写的 那我念一下 修炼三昧镇定 调心执心定心 在家有做定客 出门行经如常 拥有正确信仰 方向不会偏差 设定人生目标 然后全力以赴 常到户外走走 调节身心步伐 培养自己兴趣 强化承担能力 这些都是根据刚刚 这个师兄姐的分享 我把它整理出来的 那只有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是我稍微再补充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谈专注力 专注力在佛家来讲就是定力 那定力的话就是像禅定三昧 三昧就是正定 那上人对这个三昧有开示很多次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调直定 调心执心定心 这个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简单说明一下 上人说今天我们就不看这一段上人的开示了 我是用这张截图 三昧就是心定于一处 调心不报 执心不娶 定心不善 故曰调直定 善心一处住不动 是名三昧 所以把心调浮好 就不会触暴 触暴就是那个情绪 就是情绪的起伏就是暴 那你把心调浮好 这很重要啊 因为情绪会影响小孩啊 影响这个家人啊 影响这个法亲啊 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所以调心很重要 那执心不娶 心平行子 今天我成正幸死 我付出无所求 那所以你这个执心他就不娶 不娶就是不用拐来拐去 快挂抹角 坦淡当 很坦诚很真诚 所以你就这个 也就不会有什么障碍等等 那再来就是要定心 有时候要把自己的心收射好 定心不善 因为你不专注的时候 心善掉 包括懈怠 过度的休息 休息可以 放松可以 过度休息就懈怠了 然后这个 你在玩一个什么东西 适度稍微放松一下可以 可是你沉迷的话 就散掉了 就是 所以要定心 这个心要定回来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来修炼 专注力 就是这个定力 但它不 你看它有三个心 调心 执心 定心 因为万法为心造 所以这三个心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那把这三个心都顾好了 整个善心 一处住不动 因为我们所有的善就是正向思考 善包括做善事 慈悲 好的 对的事 我就做就对了 然后就是正向思考 你的心心念念都在菩提中 都在慈悲中 都在慈悲中 都在慈悲喜舍中 都是在整个一念心把它固好 固在成正心思 慈悲喜舍当中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三昧 这是很妙的 然后你的心量把它放大 时间空间 人与人之间 你就尽量把它放大 放大 无限大 星包太息 量桌杀戒 然后 这个人与人之间 都是自主感 善体包容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得三昧 这个是最后用上人的开示 跟大家做分享 详细的 你也可以看看上人的开示 好 那这边 是刚刚这个 俗云师姐的这个 他的结语 我把它摘录 但是我就不再念了 时间关系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你们就自己看一下 我觉得他这些 养分 真的很重要 还包括第二段的养分 这些都是很重要 这个他 你看还有学 学习一些新的课程 突破自我框架 还有发现问题 要有善知识 解好人员等等 很多 我觉得他这两张养分有13点 我觉得是很棒的 那这些都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真的很感恩大家 那最后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 来一起做一个祷告 来祷告这个疫情 赶快能够过去 让大家都能够 这个离苦得乐 回归安稳的生活 那我们待会就来 进行这个祈祷好不好 大家现在先请端座 请合展 我们就一起来祈祷 我的心在今思中感恩 我的信念充满前程 我觉得您在这个年 sock跟一 educ 香港监狱的大 бу剑 我们皆眼朝都过去 edi 每个月来祇祷 出会儿甘放家 已经将其陆 帮他禁充满出 光这个 sight 用心祈祷 但愿让人牵手心愿心 开启光明大爱 征阳只回复的 锁破世界 弦光明 我的心 在青丝中感恩 我的青年上大祝福心 大家心口一眼 化解恶念皆善然 祈求天下无哉 随随缘年 我们都用最诚诚的心 祈祷这波的疫情 赶快过去 大家都可以化解恶念 结善缘 愿天下无哉 岁岁年年 除了祈祷以外 希望大家不忘自己要卢树 因为这是消灭疫情的灵芳妙药 而且也要劝树 因为地球每一秒钟 有2443只动物被杀 一天就有两亿 一千多万只森林被栽 一年有770亿多的动物送命 所以我们应该要 好好的来卢树 还有劝树 这样来让天下苍生 都能够获得一个平等的对待 这样的这一波疫情 应该就比较容易能够过去 这个要大家发出很虔诚的善念 也努力的去卢树跟劝树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供修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告假 师兄师姐请合掌 请起立 向佛菩萨及上人 行三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必时感恩 那我们今天的供修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所学到的这些法喜 跟大家多分享 也能够应用在生活上 事业 事业 家业都可以应用 真的很感恩各位今天这么精进一起供修 那希望下个月或是下次 能够不管在线上或在实体 我们一起再来精进供修 也记得请你订阅 耐普敦智慧平台 就可以收看到更多的这个一些法音节目 或是重要的一个精进的一个影片 好感恩大家 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 课程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 拜拜